由多位中国学术专家设立的育蛙人口研究智库 发布了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 报告是依据中国统计年限2023的数据 估算了最新的中国育儿费用 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整体 较2022年上涨10.9% 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人民币 养育到本科毕业平均要花费68万元 其中上海、北京、浙江仍为养孩子成本最高的三大地区 分别为101万、93.6万、85.5万元人民币 报告指出中国家庭平均把一个孩子养育到18岁 成本是全国人均GDP的6.9倍 尽管这一数据有所下降 但仍几乎为全球最高 相当于德国的两倍和法国的三倍 那日本家庭把一个孩子养育到大学毕业的成本是多少? 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21年分为教育费用和教育以外费用进行了一次调查 先来看看日本文部科学省制作的教育费用清单 从以上的列表中可以看出 如果从小到大孩子读的都是公立学校 那么所需要的教育费用为796万日元 如果读的都是私立学校的话 那么是2380万日元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教育以外费用即生活费 从幼儿园到小学平均每年为100万日元左右 而上了初中一年平均达到150万日元左右 另外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调查 到了高中阶段一年平均170万日元 而大学阶段一年平均是191万日元 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报告称 教育以外费用从孩子生下到大学毕业 平均总共需要2074万日元 所以教育费用加上教育以外费用 全部就读公立学校的话 平均约是2800万日元 约134万元人民币 全部就读私立学校的话 平均约为4400万日元 约210万元人民币 日本家庭平均把一个孩子养育到大学毕业 其成本是全国人均GDP的4.26倍 与美国的4.11倍基本相同 在发达国家中日美虽然均属于偏高 不过日本政府从孩子出生到初中毕业 每个月都会发放1万到1.5万日元的奶粉钱 到15岁初中毕业为止 一般可以领取260万日元 约12.5万元人民币 同时从孩子出生到初中毕业 医疗费全免 东京等大多数地方政府 规定高中生医疗费也全免 大阪府宣布从2024年起分阶段实施 2026年起全面实施 完全免除高中和公立大学学费 东京都也宣布从2024年起逐步免除 东京都立大学等院校的学费 将会在未来进一步降低日本的育儿成本 所以这部分对孩子的社会福利 也相应减轻了家庭养育孩子的负担 向你推荐日本高级人才签证 最快6个工作日极速获批 减轻自身子女教育负担 优享顶级医疗 健康福利 无语言 学历 年龄限制 购房可协助办理日本身份 投资 身份两不误 对不动 就像了家庭的 带预 Plan